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WebSignLab 近日韩国研究组发表论文表示 已经实现了长压室温超导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在AR14提交论文支持LK99 作为室温环境压力超导体 一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复现实验 在全球各地实验室紧锣密鼓地展开 人类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印度团队初次复现失败 原因或是由操作不规范导致 正在继续复现 我国B站UP主关山口男子技师烧制的样品 经测量后具有微弱的抗磁性 还不具有超导性 但却引发了超导谈论热度 全网到处充斥着浓烈的超导分析论 B站链单复现实验大赛如火如荼进行中 人人都是专家到处指点江山 一片盛世景象好不热闹 Web三元宇宙NFT热度褪去 资本还没在AI风口扎纹脚跟 超导概念又在美股活起来了 美国超导公司American Superconductor盘盘前 涨幅一度扩大至150% 近期涨幅更是高达378% 长压室温超导材料的发现 到底对我们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室温超导材料确实是真的话 加速和聚变完成 普通人可以用坐飞机一样的价格 进行星际航行 畅游浩瀚宇宙 可实现悬浮列车直接修到欧美 速度比飞机还快 结束海全时代改变世界格局 芯片性能增强到极致 不需要再考虑散热等问题 CPU超频到100GHC将成为常态 得到极大增强 AI等技术迎来大爆发 开启人机一体炸裂版人工智能时代 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等技术突破 手机被淘汰 实现元宇宙人人戴上一副高科技眼镜 Web3虚拟财产比现实财产更为重要 量子计算机问世破解BTC毫秒之间 超导双刃键同时保护BTC进入星际时代 成为通用货币 电力开始使用超导电线进行电能传输 传输过程中损耗无限接近于零 可承载电量也大大增加 能源将变得极其廉价 生物学 医学等得到重大突破 纳米AI可代替白细胞游走体内消灭癌细胞 癌症变得跟感冒一样 强大的AI算力可直接暴力计算DNA序列 为生物基因工程铺开道路 据悉 室温超导是指某些物质在较低温度下 电阻降为零的性质 1911年 荷兰物理学家H.卡茂林 昂内斯发现 拱在温度降至4.2K附近时 突然进入一种新状态 其电阻小到实际上测不出来 它把拱的这一新状态 称为超导态 目前大多数简单金属 或合金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 都在40K 零下233摄氏度 以下 限制了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 目前仅发现 同氧化物超导体 和涅氧化物超导体 两种转变温度 达到液氮温区77K 零下196摄氏度 的非常规超导材料体系 根据目前的实验结果 LK99可能是一类 具有抗磁性的材料 但还远远不能下结论 说它是韩国团队 所宣称的室温超导体 具体性质 还需要后续更多的实验验证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留言我们